周董为何陪坦秀又陪妻陆综艺?直到昆凌脱下衣服的那一刻,我们都懂了。 周杰伦是华语音乐领域的佼佼者,毫不夸张地说,周杰伦的歌曲陪伴了很多80后90后的青春,因此周杰伦的粉丝遍布四方。 除了旋律好听,周杰伦的歌曲意义还十分积极向上,最近一首《等你下课》,就意在鼓励年轻人跑上好大学。 和昆凌结婚前,周杰伦是一位孝着的儿子,婚后,周杰伦又多了一重身份,那就是好丈夫。 周杰伦平日里对昆凌呵护备质,不管是非到米兰看秀。 还是去香港开演唱会,他都带住娇妻随行。 另外,之前就有消息传出,说周杰伦不放心昆凌一个人飞到维也纳录制跑男,就放下工作陪同了妻子前往,令很多女粉丝纷纷嫉妒起了昆凌的幸运。 但也有很多网友那么,一是周杰伦贵为华语乐坛最具才华的天王,喜欢她的女人不计计数,平时对待女人肯定也是比较高冷的,为何要全程陪路跑男,对娇妻寸步不离的守护呢? 二是昆凌已经是成年人了,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,有自己的行动能力,为何还像个小孩子一样需要人照看? 不过网友的这个疑问,随着跑男的播出,直到昆凌在游戏环节中脱下衣服的那一刹,才让人明白。 在跑男节目中的一个雪地游戏环节,昆凌作为队长在带领队员游戏时输了。 惩罚条件是在大冬天脱去一件衣服。 随后,昆凌照做脱去羽绒外套,露出了前秃后翘的好身材,玲珑的曲线引来一片赞美。 看到这样的场景后, 网友不得不发出感叹,昆凌脱下衣服的那一刹,终于明白周董为何要全程陪路跑男了,换作我也肯定这样做。 看来,贵为天王的周杰伦,虽然拥美人在怀,但男人的本能令他也不免产生了一丝危机感,毕竟娇妻太美了。 不过,周杰伦这种疼爱妻子的做法,值得我们点赞和学习。 周杰伦是华语音乐领域的佼佼者,毫不夸张地说,周杰伦的歌曲陪伴了很多80后90后的青春,因此周杰伦的粉丝便不四方。 除了旋律好听,周杰伦的歌曲异议还十分积极向上,最近一首《等你下课》,就意在鼓励年轻人跑上好大学。 和昆凌结婚前,周杰伦是一位孝着的儿子,婚后,周杰伦又多了一重身份,那就是好丈夫。 周杰伦平日里对昆凌呵护备致,不管是飞到米兰看秀,还是去香港开演唱会,他都带住交机随行。 另外,之前就有消息传出,说周杰伦不放心昆凌一个人飞到维也纳录制跑南,就放下工作陪同了妻子前往,令很多女粉丝纷纷嫉妒起了昆凌的幸运。 但也有很多网友纳闷,一是周杰伦贵为华语乐坛最具才华的天王,喜欢她的女人不计其数,平时对待女人肯定也是比较高冷的,为何要全程陪路跑南,对交七寸步不离的守护呢? 二是昆凌已经是成年人了,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,有自己的行动能力,为何还像个小孩子一样需要人照看? 不过网友的这个疑问,随着跑南的播出,直到昆凌在游戏环节中脱下衣服的那一刹,才让人明白。 在跑南节目中的一个雪地游戏环节,昆凌作为队长在带领队员游戏时输了。 惩罚条件是在大冬天脱去一件衣服。 随后,昆凌照做脱去羽绒外套,露出了前秃后翘的好身材,玲珑的曲线引来一片赞美。 看到这样的场景后。 网友不得不发出感叹,昆凌脱下衣服的那一刹,终于明白周董为何要全程陪路跑南了,换作我也肯定这样做。 看来,贵为天王的周杰伦,虽然拥美人在怀,但男人的本能令他也不免产生了一丝危机感,毕竟娇妻太美了。 不过,周杰伦这种疼爱妻子的做法,值得我们点赞和学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